index OK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什麼呢 再來就是我把它切一下 再來就是indirect indirect是 D2 E2 F2 G2 OK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在旁邊啦 當然這地方一樣 你會需要什麼 哪一欄 哪一列 對不對 欄的話一定是DEFG 所以你要怎麼樣產生DEFG OK這才是大問題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用到什麼呢 其實可以借用這邊的 12341234 對不對 那其實可以拿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可是要怎麼改 這個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1234 那我 其實可以配合一個什麼 剛剛講的TRA函數 如果我要DE的話 就是68 對不對 69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直接把這個東西 撿下來 插入函數 放在哪裡呢 TRA裡面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它這個地方 1裡面沒有支援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前面加上多少 1 我要68 所以差多少 67 加 有沒有發現 加了67之後有沒有 它就是D了 確定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DEFG 全部出現了 OK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啦 那RO的話呢 剛好是第幾列 23456 OK所以是 4個2 4個3 所以其實 也可以借用一下 剛剛這個東西 所以 剛剛不是 4個4個嗎 那基本上呢 跟這個公式差不多 差別是初始值 剛剛是1 我要是2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把這邊 本來是加1 變成加2 有沒有 那就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就OK了 就是2到9 所以 這個串在一起 你用什麼 Indirect 所以剛剛 我們最近從過 看有沒有 Indirect 然後呢 你就是把 什麼呢 這個 串 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AND 這個 可以按確定 資料就過來了 現在向下填滿 答案就 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懂得 邏輯 只是這個地方 我想再轉一下 尤其 比較重要的是這個 CHAR函數 在VBA裡面 它也有一個CHAR函數 不過它是CHR 不是CHAR 用法是一樣的 那 還有就是說 VBA部分 我當然最後會希望怎麼樣 我們 合併 回來之後 可以 把它怎麼樣 再合併過來 按下 按下它 就合併了 那這個地方 其實只要跑一個 跑回圈就可以 For I 什麼 一樣 等於2到9 For J 等於 4到7 然後把這個 放到這個 這個放到這個 其實就可以了 反而好像用 跑個回圈 VBA 比較簡單 但是我底下有做一個叫 For each的寫法 這個For each 什麼 因為 For I 跟 J 它是用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 去抓資料 放到另外一個位置 那For each是 如果你給它的是一個範圍 Range 那For each是說 我要把這個範圍的 每一個 一個 一個的抓過去 叫For each 所以會有兩種寫法 For的延伸會有一個 For each的寫法 那這個For each的寫法有時候會 讓程式寫的 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我想這個地方請各位先試一下這個 Indirect 那VBA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VBA部分的話就我剛剛講的 For I 有這種寫法跟For J的寫法 那這邊是 判斷如果是日期的 整除的話那就加什麼 加那個 日期的格式 這個可加 不加的話變成說 會有那個 日期錯亂的問題發生 所以我是 每 去判斷說他如果是整除的話 那他就是加 也就是第一次的時候 其他就不加 另外一種寫法是For each 那這種寫法你會發現 如果上下兩個比起來的話 這個是For I 跟For J 一個一個儲存 這個是For each 指的是這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 For each Sale Sale In 這個範圍 指的是這個範圍 給他一個範圍 他會幫你把一個一個的丟進來 然後呢 再一個一個幫你輸出 那這邊多個K 所以從第二列開始 一直輸出一直輸出 那把它加1 加1是往下一直輸出 那你會發現 這種方式好像是最簡單的 最後 因為 時間的關係 這個分享給各位 用For each的方式 回去的話可以再揣摩一下 他的好處就是你給他一個範圍 他會幫你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東西一個 一個的 放在你指定的位置 那透過什麼方式去放 透過K K的話指的是你要放在第幾列 先放在什麼 他的第二列 再加1 第3列 第4列 一直放到 最下面為止 OK 那這個是VBA程式 程式碼在雲端上都有了 所以 回去的話呢 可以再看一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 這一期 這個 時間的關係 所以 有些 範例題 沒有辦法 全部都講完 因為真的很想講完 但是 時間有限 那 剩下的東西 如果各位有興趣 其實雲端上都有解答 然後 回去可以試做看看 如果有問題 歡迎大家可以再 發mail 然後 看用其他的方式 可以幫各位做個解答 不過 前提還是希望 你們回去 一定要 除了要聽 要看之外 一定要動手做 這個我想才是比較重要的 OK 那我們這一期的課程 就先到這裡 好 好 謝謝